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些人奋斗了大半生 手里有了小钱 心态就失衡了 为了满足自己无限膨胀的私欲就去搞非法集资 或者参与重大赌博等 本想着可以钱生钱 殊不知 用不正当的手段是会把自己陷入险地的 不仅会使原有的钱打水漂 还有可能会家破人亡 人有了钱要花在河里的地方 要稳中求进 第二种是坑人的碗不能断 为了得到更多的钱 就把歪心子放在了亲友身上 哄骗自己的亲朋好友 从他们那儿借钱 事后耍赖不还 殊不知 肯把钱借给你的都是信任你的 耍赖的事情干过一两次 最后有可能会落的亲戚朋友都不再和你来往的局面 这样的话遇到困难了 谁还会愿意来帮助你 这样的人很有可能会玩尽气凉 孤独而终 第三种是不清不楚的碗不能断 人到中年 很多人在单位里都已经混到了领导职务 这个时候要当心了 会有钱来趴近和送礼的人 如果有人给你送钱送礼 一定要问清楚原因 正确判断是非 再来决定要不要帮助对方 不要为了眼前的迎头小利而把自己的前途都毁了 不发三财是说不能发这三种财 一是伤害感情的财 人性欲望的沟壑始终是很难被填品 要牢记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要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钱没了可以再赚 工作没了可以再找 但人与人的感情如果破裂了就很难再愈合了 所以要真心对待朋友和亲人 二是不发之财不能发 违法乱计获得的财富来得快 但去得也快 更不能去利用职权做犯法的事 否则东窗事发 毁之玩意 三是占小便宜的财不能发 用自己的人脉可以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财富 这本无可厚非 但要通过正当的努力 不要老是想着要去占谁的光 希望可以不劳而获 这种占小便宜的心理最终很有可能会钱财尽失 俗语人过中年不端三晚 不发三财 具体指啥 做到了会受益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和大家一起交流 分享你的想法